你 你方才为何对着霍将军的画像出身啊 我是觉得霍将军与子慎 到时有几分相像 都说外甥萧救 不一核无伤这两个孩子 有时长得很像 虽然性情不同 但两个人相处却是极好 阿黎喜欢吃杏仁 这阿征虽然碰到杏仁就会起红疹 还是愿意上树去为他摘果子 怎么长了这么多的疹子 应该是操练的时候被蚊虫给养了 我就看расав 你 기십か 你现在是不就看不开 それ怎么变得很重 你为什么还没睡 你怎么睡觉 你们在睡觉 我怎么睡觉 我不睡觉 你们说你有什么睡觉 我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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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你 皇后可是因为储君之事而烦忧 娄太夫乃太子时 这段时日 文秀君 王淳 五公主 还有娄太夫接二连三地出世 即便东宫能从此事中宅出来 怕是太子心中也不会好过 皇后 我偷偷离开都城 把罗奔查了出来 才会连累太子殿下 皇后不怪我吗 为何会怪你 你乖巧听话 余怎会不知你心中的苦楚 其实 余心中甚是敬佩你 若我当年也有你这般孤勇 或许也能救下我的阿父阿母 皇后要先保重自己 除了太子的事情 你还会好多事情都要操心 是啊 如今已只操心你与子生的婚事 皇后 跟我说说子慎的事情吧 她的性子是一直这么清冷吗 我听闻说 她跟霍侯公子长得像 小时候大家都经常认错她们 像也不像 子慎小时候欢脱得很 而无伤总是沉默寡言 少年老成 只是后来出了那样的事 子慎 就变得像无伤那样不爱笑了 其实 她有许多习性跟无伤相 圣上也曾问过她 她说 她要为死去的无伤活着 不能太自已了 这孩子 前半生过得太苦了 余庆幸 她身边余生有你 我也清醒 她身边 她身边哪有皇后 其实 此生帮我们更多 不管发生何事 人总要往前看 你莫要为她担心 她行事啊 自有分寸 快些睡吧 快些睡吧 或许 明日会更好些 花花 今日你能不能陪我一晚 这有何不可 你 不搅 去 你 你 我 睡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